花蕾市国联四路因为没有规划机车停车阁和汽车停车阁造成停车乱象 为了解实际情形 县议会建设小组邀请建设处和观光处前往现场会刊 要求县政府和陷阱局还有施工所进行讨论 规划停车阁来保持交通顺畅 花蕾市国联四路经过大改善路面相当宽敞 不过并没有增设机车停车阁 机车停车阁加上脚踏车步道颜色相当不明显 影响到周边的行车安全以及整洁 往往造成交通乱象 为了解决地方的问题 花蕾市会建设小组一起来到现场会刊 邀请了花蕾市政府建设处观光旅游处 来实体了解现况 县议员周军表示 国联四路可以说是火车站周边最重要的道路 也是花蕾市的门面 由于事前没有规划停车阁造成现在的交通乱象 这是我们建设小组下山看一下 这是我们属于我们的国联四路 因为国联四路经过我们道路改善完毕之后 相关的一些规线跟一些像是我们的脚踏车步道的颜色 或者是停车阁 或方便人行进出的情况都还没有设置规划完毕 所以今天跟我们的小组一同过来去做一个 下山勘察一个情况 先把我们的脚踏车步道的颜色 先分别清楚按照规定去走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汽车停车阁跟我们的机车停车阁的规划 不要让人车并行的情况还会造成危险 也让我们的警方去执法的时候 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就做处理 这样对我们的市区整洁 因为这属于我们的那个火车站前 火车站前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大门 花蕾县的大门 所以说因为大门如果说不干净不漂亮 或者是汽车 汽车都乱停乱死的话 那不是造成说我们的门面整个是让人家觉得说 非常非常的不应该 对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说今天跟他们一起过来看 是为了我们花蕾更好更美 关键政府表示将会折起邀及县警察局交通队 花蕾市公所前往现场会刊 来做一次的评估以及规划 让周边道路有停车阁 就不会造成停车的乱象了 记得让我认为花蕾市公所长